好 好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那我們就討論行訴訟法 133條 就是 以前我們那個保全追徵並沒有去 去說明說規範說要追徵的價額 好 那司法院跟法務部還有其他委員對這條有沒有意見 來 鄧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要先問一下這個跟這個法條沒有關係的 就是剛才這個市長在回答這個黃河昌委員在質詢屏東的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有點不是聽得很了解 後來我去查了一下這個媒體的報導 就是這個屏東的這個議長啊 周典論的弟弟跟他的周土勝 說有承攬屏東縣政府的工程嘛 那當然啦這個可能在社會的這個觀感上會不太好 不過我看屏東縣政府的說明喔 就從潘縣長上任之後啊 那他只有承攬過一件啊 大概是三百多萬的工程啊 那也是公開招標 那他所講的這個周碧雲的丈夫啊 的公司並沒有去承攬屏東縣政府的營養午餐 那只是說他這個這個他們有另外有親戚啊 有承攬 但是他是公開去招標的這個八家團善公司其中之一啦 也並不是所有的都被他標走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要問說 啊這個到底如果是公開招標的話 除非是這個招標過程有弊端 但是聽黃委員的意思並不是在質疑這個弊端 而是在質疑說他不應該去標或者不應該去承攬 那我要請問的就是說這個承攬到底有沒有違法 好或者是說 因為如果沒有違反這個這個政府採購法的話 那對於工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主管機關是監察院 當然我知道廉政署也有參與啦 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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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法的這個過程裡面 廉政署有參與 但是聽起來好像是問錯人了 但是你回答的時候啊 好像這個是你的工作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沒有說這個一定是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是因為今天我來的時候 我看到訊息就是說看到他周土勝被縮壓 我只是在講說他關心的由周土勝這個人 所引申出來的這些事情 如果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我們不需要承諾我們一定要處理 但如果不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我怎麼處理 我是這個意思 好了解 好謝謝 那請問大家對這個133條的條文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意見的話 來 秘書長請說 沒有沒有 有沒有意見 對 133 133 對 133條 我們本部有一個補充 好 請說 來 這張來 好 各位好 這個對於133條 本部的 增訂 本部是進表贊同 但有一個實務上運作的部分 希望家裡釐清 就是說 保全追徵 因為 是在這個偵查中 他先 檢察官先例如說像法院申請裁定之後 因為 申請裁定所依據的這些證據資料 是個初步的 可能是在 呃 強制署分還沒發動前的一些初步性的資料 齁 那這個價爾呢 在當最後 強制署分發動之後 檢察官進行更多的蒐證 然後傳訊證之後 可能會有所變化 尤其比較可能是會增加啦 那這個時候齁 那個 如果有 價爾有增加有改變的必要的時候 那 是不是 呃 可以再加以變更 那變更 是不是有一個 簡易的方式 那我們 定 我們對於這個追證價格要預估 而且要 第四項要登記 這個都贊成 齁 那只是說如果未來齁 有 要有變更的時候是 的處理方式齁 希望加以確認 謝謝 好 好來司法院 這個我們了解在土地登記規則裡面 是可以變更的 齁 所以 就是 現在 現行的法規現在沒有障礙 今天內政部地政司也有來嗎 齁 來請地政司跟我們說明一下 呃 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呃 我們今天也針對於扣押的內容 登記的內容的部分有一些建議意見齁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扣押的時候 其實一般的我們會登記幾個事項 第一個部分就是 是捉托機關的一個含號 那第二個就是 他的限制的義務人姓名是什麼 那還有他的被限制的權力範圍 就是他持分有多少 那今天的話 呃有關於修正 增加那個扣押原因的部分 因為對外他其實有識別的一個必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認同說 把它納到條文裡面 以後去作為扣押的一個 登記的內容 那至於金額的部分 這個我們有點建議 因為現在包括呃 其他的民事的一個強制執行 或是稅務的執行 對於金額的部分 都沒有去做一個住民公視 那大概幾個原因 第一個部分就是 可能金額上面會不會有變動 因為可能事後變動的部分 沒有即時更新 其實對外面的呃 一些民眾可能在認知上面 又會有一些誤解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如果今天這個公視的金額的內容 主要只是因為 以後分配了一個呃 呃參考的話 那這個其實可以透過 內部的一個程序 來做一個呃 做一個聯繫來做一個確認 那是不是真的有需要把那金額 呃對外公視 那這個我們覺得 可能在佐 呃在其他的 限制登記的部分 是都沒有包含到這個金額的部分 以上 就是預估金額的 登記公告 是不是 那你們認為 地政司是認為沒有必要 你們內 登記那個扣押的引擎就可以 那金額的部分 可以透過內部的聯繫 這邊來查得 所以他是隨時他要變動也可以 呃如果變動的話 如果阻託機關 有來跟我們告知的話 那我們會配合辦理 不過現在執行上面都沒有去登記這個 那個金額的部分 好 那現在他們這邊條文是說要通知啦 啊你們通知然後要登載 那司法院這部分的這個意見呢 這也是要決定啦一個政策問題 我們是比較建立 先登載可以變更啦 因為其實像抵押權那個 還是會登記他的金額 抵押權擔保的金額 嗯 這個讓 因為這個涉及到將來 這個誰能夠分配多少錢啦 能夠越公開越好 越好 來地政司 抵押權的部分我會登載金額 可是如果抵押權到時候要執行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限制登記的一個註記 那個限制登記的註記 就不會去登載金額 因為到底確切的債權額是多少 那個是另外由執行法院這邊在做確認 那現在內政部 地政司你們認為說不需要登載到這麼詳細或者明確 追繳的金額的部分就不用 為什麼 是你們怕常常要變動嗎 呃 一方面是呃 會經常變動 那如果沒有辦法配合經常變動的話 可能民眾對外公式的金額跟實際的金額是不一樣 民眾可能在認知上面會有一些誤會 或是一些呃 困擾 這樣 這樣 道理通嗎 來 又委員 能不能請問一下那個內政部齁 就是 你們 就是說不要登記這個 金額 但是登記說他有追徵 所以你們那個登記要怎麼樣登記 我們登記的話可以配合登記那個扣押的原因 看他是因為保全證 保全 保全 那個 是因為要保全還是因為要扣押 嘿 那些 扣押的原因可以配合登記上去 那就只是寫說 譬如說 你們是 你要是寫查封嗎 對 就 並登載扣押原因就好 嘿 那他其實也是一個預估啊 你像抵押權 那他其實也是一個預估啊 你一定就是有登記嘛 抵押權登記本來就有嘛 對 只是說將來執行的金額 實際實行的金額是沒有辦法去公告的嘛 那這個部分他只是把預估價而先公告 這樣不是比較公開透明嗎 那個地線 就是地線 OK 那個部分的話 在我們抵押權那邊是會有一個 抵押的金額 沒錯 可是實務執行上面在 如果要進入到執行的部分的話 因為就會涉及到確切金額的部分 那個才會去 實際去算多少錢嗎 對 那時候我們就在 對 在那個 限制登記的時候 就不會去註明他的金額 因為他要等到事後確認 好 那委員對這一條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 先保留好了齁 好 那我們討論133條之一 那一樣啊 這個也是要 這個裁定 這是裁定啦齁 好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沒有沒有問題 對 133條之一 我們就照提案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133條之三 那 有在立法說明裡面加註 一個意見 好 請問各位 對133條之三 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周春瑩委員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133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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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司法院跟法務部請表示意見 我們是贊成啦 來 我也有意見 好 蔡市長 來 請說明 各位好 有關於133條之四 第二項 他是規定說 有關於保全追徵的時候 這個 清場的順位是與民事普通債權是平等的 就是比喻分配 所以 有關於本部就這一點 有兩個 認為有兩個 必須表達的事項 第一個就是說 在我們 這個 我們剛才了解司法院是認為說 這個 保全 應該是大院是認為說 這個 保全追徵 他是針對 被告 的這個 乾淨的資產 那 那這種 並不是直接是要沒收的東西 所以這種乾淨的資產是這個 總擔保 應該這個 保全追徵與一般民事普通債權是平等的 那我們了解這個法邏輯啦 不過我們認為說是應該還是要反映回到現實面 我們 實務上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 這個 製造假 很容易就製造假債權 成為民事普通債權 把 保全追徵的金額給稀釋掉了 這個問題必須要加以 這個 實務上就是一定會這樣子發生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 就算 不是這個 沒有假債權的問題 我們的 前幾年的沒收心智 一直是我們 不管是哪一個院 都是一個 認為是個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 那 在這個 其實在實務上 運作這幾年下來 其實已經發現了 因為抵押權已經優先了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 本來法定優先的一些債權 都是 白話講 東扣西扣之後 那剩下來 先不管民事債權的部分 已經沒有剩多少 可以給保全追徵了 那如果還有 民事債權又來一起分 那我們可以說 那個 沒收 保全追徵可以剩下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那這樣子 在立法政策上 是不是能夠 實現沒收心智 徹底剝奪犯罪所得 這一個 大家都認同的 重大立法政策的達成 我們 這樣子 同等的順位 恐怕是有所疑問的 而且在立法政策上 這個 特定的公法債權 可以優先於 普通債權 也是有我們立法力存在的 就像 稅圈基金法第六條 所以 本部是希望說 在政策上 立法 大院可以考量 這個 假債權的問題 以及這個 徹底剝奪犯罪所得 這個重大政策實現 可以讓保全追徵的 清場順位 可以優先於民事普通債權 謝謝 好 就這個意見嗎 就是那個順序的問題嗎 就這一個 好 來 秘務長請說明 這個當然就涉及到一個 立法政策問題 那假債權 我剛剛有報告 假債權其實在各種 執行層面都有 我們要設法除去假債權 那在我們這個條文的第四項 原扣壓機關如果認為 他有可能 假債權 他就可以停止 所以 應該可以適度的防止 第二個就是 立法政策上 國家在沒收被告的乾淨財產 那 歸國家比較好 還是說這個乾淨財產呢 也要同時保障 其他跟被告進行 合法交易的人的信賴 也有可能這個被告的乾淨的財產呢 是其他的跟他 合法交易的人的 所有生活所系啊 可能譬如說正常的投資 他把所有錢都投資下去 投下去以後呢 這個被告合法的 制產 合法的制產 那後來他才有詐騙 詐騙 所取得那是另外的問題 那合法制產以後呢 你如果把他國家優先 那把被告所有合法制產的 統統優先以後等於 當初跟他合法交易的那些人的 一生的 積蓄什麼都落空了 等於處罰的被告製造了另外一個 社會問題啦 也就是說國家在這個時候有沒有必要 一定要跟無辜的 交易對象再搶這一筆 財產這樣子 那當然這裡面有提到說像稅捐 有優先 不過稅捐那個目的是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國家所有的政策 所有 實證都要靠稅來支持嘛 所以具有非常非常高度的公益的色彩 那這個被告犯罪所得的剝奪 是刑法的理念嘛 那他合法的財產 理論上談不上犯罪所得啦 那雖然心智有追追真 但是至少在涉及到 其他的合法交易的一般人 我們不應該讓他受到損害 不然就 你把被告的財產都剝奪了 就製造一大堆無辜的受害人 這個也不合理 所以我們認為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應該讓他跟國家的追真的權力 來評分這樣應該就可以 比較均衡 好 好 那我有沒有意見 就是順序上面 來 優委員 能不能請問一下那個防護部 就是說 你們覺得應該要把這個 所謂的扣押的 沒收的部分要優先 那他沒收了之後就歸國庫了 那今天這個跟他有 就是一般的普通債權 還能夠去跟國庫主張權利嗎 還是就沒有了 就整個就被剝奪了 那不能夠因為一個人犯罪 然後其他人的 這些善意第三人 全部一起被 被沒收啊 我覺得這個有點問題 如果說好 我今天是預扣 然後 今天所有的這些的 債權人 他都可以依照正常的程序 來行使權利 剩下的才 因為你還是末入到國庫裡面嘛 那你不能夠說 因為你犯罪 我末入到國庫以後 那全部 雖然我都不會灌領了 我覺得這有點問題吧 來 好 還有沒有其他 那法務部再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決定啊 就說要徹底剝奪到什麼程度 你跟一般人民正常的交易 你在他前面 可能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政策上 還沒有辦法接受 來 莊委員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原則的問題啦 就是說 實際上我相信一定會有假債權 好 就是他這個犯罪所得 他一定要想辦法脫 脫產嘛 他想辦法保 這個他要 他要 他要保護自己的這個 這個利益啦 但是 就是還是回到那個那句話了 那如果不是假債權呢 那怎麼辦 好 那就是 你 你 法務人家去想 想辦法去抓這個假債權啊 只能這樣嘛 你不能因為說 因為怕他有假債權 所以我就 那你就犧牲吧 你就自己 你買房子的時候 你怎麼不可以去調查清楚 去看那個你買房子的那個 跟他買房子的那個人 他的錢是 他自產的錢是哪裡來的 我沒有辦法 我怎麼可能做到這一點啊 對不對 所以你是把這個 責任 轉嫁給 國家應該去擔負的責任 你轉嫁給 無辜的第三人嘛 你轉嫁到 到國民身上嘛 這是 這是不公平的啊 這個我們 立法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那等於是因為 那就是我偷懶啊 我反正全部都是我的啊 那你就倒楣嘛 你就 你這個交易 誰叫你去跟那個 不應該交易的人交易啦 那就變成我自己倒楣 那這個講不通嘛 好 那 好不還要這樣說明嗎 不然我們就是照 應該是確定方向是這樣啦 這也是我們這次修法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方向的決定嘛 好 133條G4 就照提案委員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 報紙巾 補算一下 好 請說 有關於委員兩位委員的指教齁 其實我們當然 其實當然是瞭解 我們強調說 這個是 尤其是有關於第二個齁 那個 呃 非假債權的部分齁 這個其實是政策選擇 也沒有說絕對是 一定要 就是 普通債權人也就是要得到最完整的 就像我們一直舉例的齁 雖然監法 那他為何又可以優先 那 就是說 呃 他既然是普通債權人 他在民事上的權利齁 本來就是 他有他的比較在後順位的這種可能 就是有一些人是可以優先於他的 如果說所有 如果把這個普通債權人 就是說 他就是要 也是得到完整的保障 同樣的邏輯的話 其他各種優先權都有他的不合理性 那 某一些優先權有他的合理性 那 本部是認為說 就在這個沒收 我們是強調他的合理性 為什麼他可以合理的 在普通債權人的前面 那 所以不是 不是說於 普通債權人 就是得到 又給他得到完整的保障 所以 沒收不可以參與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也是太 沒收不可以在前面 這個可能是 稍微也是 比較快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我們要強調 沒收在他的前面 有實現國家重大政策 而且 解決民怨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因為 現在 其實今天早上 也有一些委員提到 除了人跑掉以外 錢收不回來 也是一個 現在很大的民怨所在 對於這個司法 司法的民怨 就是說 這些所謂的這個犯罪所得 都沒有辦法追討回來 然後這個 這個 享用犯罪所得 然後用各種的手段 利用法律的漏洞 辦法把犯罪所得 用假在權的方式取回來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 雖然沒有做任的動作 可是國家就是無能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就是說沒有辦法把一定的程度 把它收回來 那我們希望說 解決一個所謂 國家無能的情況 希望一定程度的可以收回 犯罪所得 那這 希望用這個方式 可以去處理 這本部的補充 好 現在討論133條之五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主席133至4要不要先保留 不用啊 就已經通過了 其實討論也是一樣啊 這從以前就討論到現在啦 剛剛主席已經宣告 因為我們會送協商啦 送協商在那個 133條之五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好 沒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提案委員的提案通過 現在討論133條之六 133條之六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沒有 沒意見的話 那我們就照提案的條文 提案委員的條文通過 好 委員周春明等21人 擬具行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已處理完畢 本案審查完 據擬具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公爵 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周招集委員春明說明 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 及法制用字用語 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好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審查委員周春明等17人擬具 行訴訟法施行法增定第七條之十四條文草案 如於提案條文僅一條 是否省略大體討論 直接進行條文討論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行條文的討論 現在進行逐條 那請宣讀提案條文 請宣讀提案條文 第七條之十四 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 已依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二項規定為扣押者 於施行後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四 第二項視為聲明參與分配之規定 扣押機關應於民事或行政執行機關之通知 表明預估追徵之價格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這個條文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提案委員的條文提案通過 委員周處理等17人 擬具行訴訟法施行法增定第七條之十四條文草案已處理完畢 本案審查完據擬據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爵 請 本案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說明 條文引述條文 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 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並按審查 1.司法院行政院行情審議行訴訟法470條 第471條及第473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2.委員許舒華等18人擬具行訴訟法第470條 及第471條條文修正草案 由於提案條文僅3條 是否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條文討論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請宣讀條文 照表 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470條 除第二項修正為前項命令 依其為金錢給付或非金錢給付之性質 分別與行政執行民意或民事執行民意 有同一之效力 第3項均同現行條文 委員許舒華等18人提案第470條 同兩院提案 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471條 前條裁判之執行 依其為金錢給付或非金錢給付之性質 分別准用行政執行法或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前項執行檢查關於必要時 得阻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屬 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為之 檢查官之阻託執行免征執行費 委員許舒華等18人提案第470條 第1 前面1、2、3項 同兩院提案 認定第4項第5項 沒收裁判執行完畢 應與檢查機關公告處或網站公告之 但檢查官得斟酌情形延後公告 前項公告 應在明權利人得申請發還給付之一職 申請期限及與其未申請之施權效果 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473條 沒收物追徵財產於執行後二年內 除因破毀或廢棄者外 檢查官應一下列順序發還或給付之 請以便價者應給予便價所得之駕金 一、權利人申請發還或受損害 或所受損害與犯罪所得有直接關係之被害人 一、刑事確定裁判申請發還者 二、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 以刑事確定裁判或強制執行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 執行民意申請給付者 前項第一款之人 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者 或前項第二款之人 於前項期間申請給付者 除以假扣押假除分之裁判外 得依前項第二款裁判或執行民意 就前項之餘而為申請 但於執行後已於十年者不得為之 於執行後十年內實行以沒收物 追徵財產為擔保之權利者 除因破毀、廢棄或以發還者外 由檢察官辦理之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 於沒收裁判確定時 尚未確定者 視為於其實確定 申請員對前三項 關於申請發還給付或實行權利至執行不服者 準用第484條之規定 但依第五項後段為組合之行 其關於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 四項聲明意義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至第三項至變價分配及給付 除法律令有規定外 準用行政執行法之規定 檢察官於必要時 得阻托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為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至請求全人 申請發還給付或實行權利之範圍方式程序 與檢察官得發還便價分配給付或給予之範圍 相關費用之負擔 前項後段之阻托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執行辦法有行政院定之 宣布完畢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逐條討論 兩院的會選版470條 來 請司法院跟法務部說明 沒有意見 471條意見跟剛剛一樣 就是認為那是清場的順位有意見而已 471 471條應該471吧 470 470沒有意見 好 470條我們就照提案委員 照兩院會選版的提案通過 主席 來 有委員 對 能不能請教一下 就是說那個第二項前項命令 因依其為金錢給付或會金錢給付之性指 分別與行政執行民意或民事執行民意 有同意之效力 所以現在怎麼樣 就是金錢給付是跟行政執行民意 然後非金錢給付是跟民事執行民意 是用這樣分 對 應該是這樣子啦 那要不要把它寫清楚啊 還是 說 應該解釋 說明欄 說明欄 就是這樣對應的關係 說明欄 看要不要再寫清楚一點 好 好 那這一條我們就照兩院的提案通過 兩院會選版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471條 那法務部還是之前的 就是剛剛的意見嗎 是 還是這個政策的問題 是 嗯 那這條我們就保留 那473條 473條 法務部也是有一些意見嗎 來 請說明 就是 473條的部分 就是這個 我們認為 建議一二三項都刪除 因為它有一個 一些 製造繳在前 變相鼓勵犯罪的可能啊 所以我們 建議 一二三項 第一項第二項 第一項第二款 跟第二項 還有第三項的建議刪除 刪除 就只剩下那個 原來那個誤喔 而得行是這個刪除 對 來 施法院 這裡面 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這裡面 其實我們的刑事訴訟法 是為了落實刑法 的規範 那在 刑法在104年的時候呢 他有針定 針定這個 38條之3 第二項 他說前項情形 第三人對沒收標的物之權利 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 均不受影響 不受沒收的影響 所以他有兩個 第一個是第三人對標的物的權利 譬如第三人是所有人等等 或者是物權 擔保物權的人 第二個是 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的人 他這個是從被害人保護的觀點 那這樣的一個觀點呢 38條之3的第二項呢 後來在 105年呢 又針定了第三項 第三項 第三項說 第一項裁判 莫收裁判 確定權具有禁止處分之效力 立法理由就是要保障被害人 不至於 求場無門 這個是 當初立法的經過 那被害人呢 可以行使債權呢 他有兩種 程度不同 第一種呢 就是學術上在我們這裡面的 第一款裡面 直接關係 學術上稱為鏡像關係 鏡子的鏡 那個相片的相 就是像鏡子照出來一樣 原貌的 債權在那個地方 比如我被騙了錢 然後就 在同一個帳戶裡面 那些錢就是我們被害人的錢 沒有跟其他財產混合了 那個就是用鏡像關係 那 嚴格講講那些錢呢 就是被害人的嘛 檢察官也可以來發反等等 那第二種關係就是說 其他因犯罪而生的債權 譬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除了鏡像關係 也有可能是跟 跟這個被告的其他財產混在一起 那第二種也有可能 他被害的不是財產權 譬如說被打傷 被傷害所生的 可能的這個 損害賠償請求權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損害賠償請求權呢 這樣的被害人的保護 要不要在我們 刑事訴訟法裡面 再特別保護 這個就要回到刑法的觀點 那因為刑法當初在104年 105年修正的時候呢 特別基於被害人保護的觀念 做了兩次的修正 所以我們認為 在刑事訴訟法應該 落實刑法的意志 刑法的意志 因為實體法已經決定 被害人債權的保護 優先於國家的沒收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 這個地方不宜把它刪除啦 不然他就會跟刑法第38條之三的規定 立法意志相衝突 謝謝 第二款是那個犯罪被害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是不是 對對對 好 那照顧你們對那個執刑後10年 這個時間下面的 處理 可以嗎 可以因應嗎 來 請說明 報委員 有關於第一項第二款 那個 因為 委員剛剛也知道 第一項第二款 他是損害賠償請求權 那 債權他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對象 是被告 而不是直接對於那個犯罪所得 就是說 直接可以把犯罪所得 取回來 他必須要對那個犯罪所得 他有請求權 才可以直接把那個犯罪所得 取回來 那就是剛剛民主長所提的 一個車子直接被偷啦 直接 那當然那個被害人可以把它取回來 那是第一款的情況 那第二款 你竟然行使的 他行使的是債權 債權的對象是被告 而不是直接針對那個犯罪所得 所以這個在理論上是有干格的 那第二點就是說 第二款 它的架構上 它的開的範圍也真的是非常的 有點太大 所有 以及強制執行法 一到四以及第二款 全部都可以請求 那也一樣 假債權的疑慮又產生了啦 那再來當然 剛剛133條的部分 133條之四的部分 司法宣言是有設計說 大院是有設計說這個 如果認為假債權可以 可以讓它停嘛 那可是在這個473這裡 就沒有了 那 所以 像剛剛 大院跟司法院都認為 133之四的情況 假債權疑慮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有一個機制可以處理 但是473就似乎是沒有這個機制啦 那這樣子 假債權疑慮這個疑慮 恐怕就沒有辦法消除了 在 這個 就是這個 第二款的情況 那剛剛委員提到第二項的部分 因為這個10年 他當然是第二輪 第一輪如果沒有剩 就沒有第二項這個10年的問題了 那如果第一輪還有剩 第一輪那個兩年分配完還有剩的話 那就第二輪10年的問題 那在15的執行上 因為 所有第二輪的這個錢 的被害人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來 所以我們都會用潛在被害人的這個詞去講 所以他也許第一年就來跟檢察官申請要發還 可是有的人可能比較晚拿到確定判決 他可能到 第八年第九年才拿到才來申請嘛 那這時候 因為第二輪剩下來的錢 他當然也是有限的 早申請的人 他權利也沒有優先於晚申請的人 所以勢必最後必須要 早申請的人 檢察官口罵也不能直接就發完給他 因為也許未來還會有人來申請 如果發完給你 就全部都沒了 後面比較晚拿到的人就沒有了 所以勢必這個案子 一定要等到十年滿了之後 等到所有的人都來了之後才能給 那造成這個案子 第一個拖到十年 這個在實務上面會有操作上的困難 第二個就是說 那對於比較早取得的這個權利的人 恐怕也不公平 他要等很久 而且要等很久這件事情跟他本身無關 而是這個制度的設計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這樣子 恐怕對被害人的保障也有所不周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那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四百幾 嘿 有委員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 他這裡只是講說 執行後已於十年者不得為之 並不是說你必須要等到十年後 才能夠去做分配 這個就跟我們一般的那個強制執行一樣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債務人 他的財產被扣押了 或是說今天債務人 第一個他要很多的債權人 那一定是先去等 就先扣押 然後就先拍賣 那在這個就是執行拍賣 終了之前 所有的人就趕快去參與分配 他並不會說 我必須要等到這個債權消滅的時效完成之後 所有的全部都來參與分配之後 我再來算嘛 所以一定是先手先贏嘛 你先去扣押 然後後面等趕快趕快來參與分配 那你來不及參與分配 你就是就第二波剩餘的再去分配 所以在這裡他只是講說 於十年者不可以為之 就是說 你過了十年你就不能夠 等於是你的時效消滅 你不能夠再來請求 他並不是說 你所有檢察官 你扣的這些東西 必須要等到十年後 到了所有等 全部都來參與分配 我再依照比例來分 不是這樣 他應該是跟一般強制執行一樣吧 對 他用行政事法準用強制執行 我剛剛報告叫做群團優先主義 雖然在民法上債權都平等 但是在實現債權的過程 還是有群團優先 他不可能等到所有的債權人都來 那這樣對於先來行使債權人就不公平 但是也不能夠說完全是先來先分配 那這樣債權就會有優先 所以他要群團優先 在分配表做成前 大家來的都平均分配 那你這一次沒有參與到的 你就就餘餘來分配 所以他並不 沒有餘餘就沒有了 那這個十年是因為 這個都是犯罪被害人 那我們青年行為的下面實效都是十年了 所以應該要保留他十年的期間 有機會來請求 這個是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考量 這樣 慶全行為實效十年嗎 十年 他是知道兩年 然後 從行為開始以後 最長 所以你這個條文的那個設計 執行後兩年 就是那個請求權的兩年 那實效是十年是嗎 前面兩年不是實效的概念 他是 讓檢察官喔 有一個實驗 因為本來是一年嘛 那現在讓他兩年內要 其實在473條都是檢察官該做的 譬如說剛剛提到假財權 如果檢察官認為這個有假財權 他就把它剝位就好了 這個是470條以後是執行 那是檢察官的執權 是扣來的 法院宣告沒收的 或追徵的 錢 財務如何分配的問題 那是屬於檢察官在做的事 這樣 這個 之前在定473條 大家也就是在討論啦 那時候是規範是 裁判確定後一年內嘛 那時候法務部的意見是說 這樣子他們的執行檢察官的負擔啊 負擔上比較不會那麼大啦 就一年內要趕快能夠處理這個案子嘛 那現在顯然實務上是沒辦法應應的嘛 所以現在是用修法 所以兩年 法務部隊這個兩年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啊齁 現在可以接受 好那473條 抱歉 來 委員 不好意思我問的問題也是太簡單 但是 我不太清楚為什麼在於執行後 十年內 為什麼是十年內齁 以這個沒收物啊追徵財產等等 為什麼是十年呢 這兩個考慮啦 第一個 因為如果沒有時效的話 變成檢察官 永遠都要保管這些沒收物 我的意思為什麼要來到十年 十年就 因為我們親群行為 本來被害人可以請求損耐賠償的 最長時間就是十年 最長時間 那不能縮短嘛 或者有沒有機會在 如果說他是很清楚的 就可以縮短對不對 可以就剛剛提到 他可以先來 先來申請執行 然後他就先來先拿這樣子 先來先取得 那剛剛有中委員這邊說 如果說沒有了就沒了 沒有就沒有了 那就其他的 他就變成在民法上面變成一種 時效完成以後的自然債務啦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就是最長他可能會拖到十年這樣子 對 OK好謝謝不好意思 謝謝 好謝謝何委員 來中委員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四七三都已經通過了啦 沒有啊 四七三沒有嗎 一三三之四 四七三我還沒有唸還沒有宣告 還沒有唸還沒有唸 對 我以為通過了 剛剛有特別提到所謂的 假債權的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這邊 是不是在分配期間也能夠 替主假債權 對 因為這個是 四七三是 法院已經沒收了 要把這些沒收的財產如何來分配 是檢察官的權利 所以 檢察官如果認為這個來申報權利的這些有假債權 他的依照規定就可以把它剝回掉 主席那個四七零我們已經過了嗎 對 我們就只 現在保留是 四七 四七一 因為之前 既然已經過了就算了 因為之前 我剛剛提問的說 有針對四七零 那本來想針對四七零 既然主席已經說 就我們會送協商 沒關係 好 我們會送協商 因為大概 可能還是在 在確認 因為這個是 這個沒收的新據 就是我們這一屆 大家去做一個大幅的修正 那現在因應食物的問題 大家再重新檢視 再重新再做更明確詳細的規範 那四百七十三條 我們就先保留了 再想像這個時間上的 這個 這個期限的問題 主席 能不能請教四七一 為什麼保留 剛剛法務部 法務部說 法務部說 要把這個 這個 普通債權 把它 刪掉 這樣子 但是 就是優先於普通債權 就是國家的追徵的優先於普通債權 這樣 要明定優先於普通債權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一三三 之四 在討論的問題 反正就 今天大家也有 也有 也算有 充分討論 主席現在在這邊先補充宣告 上午的會議時間 我們就處理到 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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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畢齁 那 好 四百七十三條 我們就保留 大家其實現在法務部跟司法院的意見 就是在這個債權的優先的問題 普通 跟普通債權還有 那但是你現在又卡在說 這個犯罪被害人的損害培養起求權 他也算普通債權 但是這部分要不要特別考量這樣子 還有時間點 法務部執行這邊 假官會不會有太重的負擔 然後還有 土地登記這部分 地政司要不要公告 公開到這麼透明這樣子 好 司法院行政院行行審議行訴訟法 第四百七十條 第四百七十一條 及第四百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二委員徐蘇華等十八人擬 修行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 及第四百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以併案處理完畢 本案審查完 拟拟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公爵 本案需要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周召集委員春敏說明 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 及法治用字用語 授權主席及醫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審查司法院行政院行行審議行訴訟法 施行法增定第七條之十三條文草案 提案條文僅一條 是否省略大理討論 直接進行條文討論 好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請宣讀提案條文 及修正動議 第七條之十三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某月某日 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 罰金罰款沒收及沒入之裁判 已開始執行者 其以後之執行程序 除執行前 以阻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者 仍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外 一 修正行事訴訟法終結之 但修正行事訴訟法施行前 已依法進行之程序 其效力不受影響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某月某日 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 施行前已取得之沒收物 追增財產 其以後之發販變價分配給付或給予 一 修正行事訴訟法辦理之 但修正行事訴訟法施行前 以依法進行之程序 其效力不受影響 繼續修正動議 七條G13 將條文及說明中 有關中華民國某年 一百零七年某月某日 均修正為某年某月某日 提案人委員周春明等 好 這個修正條 修正動議就是之前可能 兩院匯嫌版是寫到一百零七年啦 現在就把這個七 先 就是 先拿掉 就是一個圈啦齁 請問委員 請問各位委員 對這個條文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意見的話 就照修正動議通過 本案審查完 據底據審查報告 提請院會公爵 本案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周昭及委員春明說明 條次引述條文 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 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好 那下午兩點半繼續開會 現在休息